嗨,大家好,我是Terry 如果说今年的季后赛 哪支球队的表现最让人吃惊 那一定是犹他爵士队 虽然在常规赛登顶西区 却一直不被人看好 在季后赛开打前 还有人大胆预测 爵士很有可能会被黑吧 但一路打下来 爵士队证明了他的西区第一 是实至名归 尤其是球队当家球星米切尔 虽然在第一轮首战缺阵 但第二场复出 接着表现一直非常抢眼 到目前为止 已经在本届季后赛 拿到了六战全胜的战绩 事实上 年仅24岁的米切尔 从新秀赛季就表现得非常强势 接着每年都在变得更强更好 然而这样的一位天才篮球员 在少年时 却差点成了棒球选手 今天我就来讲讲 蜘蛛侠米切尔的成长故事 多诺万米切尔1996年出生在纽约 他的母亲是一名教师 而米切尔的父亲 曾在美国职棒小联盟校围 后来还成为了 纽约大都会队的球员主管 所以米切尔小时候 是在棒球队的更衣室里长大的 由于继承到父亲良好的运动基因 米切尔从小就非常擅长球类运动 尤其是棒球和篮球 但因为父亲曾是职业棒球选手 米切尔最爱的还是棒球 当时最大的愿望 就是未来进入美国职棒大联盟打球 米切尔的家境不错 父母对他的成长也非常上心 在他高一时 被送到了著名私校坎特伯雷中学 这所学校每年的学费 就超过45000美金 此时米切尔同时为学校的 棒球队和篮球队效力 在棒球赛场上 他被认为是同届最好的 游击手和投手之一 然而高二赛季的米切尔 却在一场棒球比赛中 和对手球队的接球手相撞 而手腕受伤 不得不缺席剩余的棒球赛季 和篮球的夏季比赛 在他母亲的强烈要求下 米切尔决定放弃棒球 专注于打篮球 并转学到了著名玉校 布鲁斯特学院 米切尔高中三年级时 身高为6尺1寸 185公分 弹跳和臂展惊人 突破速度极快 在球场上爆炸力十足 场均可以拿下22.5分 率领球队取得了玉校全美冠军 可是这时 已经成为球队明星球员的米切尔 却没有被排在全美高中生前100名 他说 很多比我差的球员都排在了我的前面 而对于高中生来说 排名就是一切 那真的激励了我 就这样 米切尔更加的发愤苦练 他回忆说 当时常常练球到凌晨2点 而到了周末 在别的孩子都在参加聚会的时候 米切尔会一个人在球馆里 带着耳机练球 到了米切尔的高四赛季 他将场均得分提升到了33分 带领球队以34胜1负的战绩 蝉联了全美冠军 他如愿以偿 排名跃升至全美前100名 同时 拿到了很多第一万强效的奖学金 但由于作为二号位身高吃亏 三大体育媒体还是只为其 划上了四星的评级 在ESPN上 米切尔最终只排在全美第43名 高中毕业后 米切尔选择加盟了路易斯威尔大学 并穿上了偶像乔丹 曾穿过的45号球衣 大一赛季 由于球队中有多名大四主力球员 他未能打上先发 场均只有7.4分 3.4篮板 1.7助攻 到了大二赛季 米切尔专门加强了三分球的训练 场均数据提升至15.6分 4.9篮板 2.7助攻 投篮命中率为46% 3分球命中率为35.4% 赛季结束后 他成功入选了 太平洋沿岸联盟最佳阵容 在各大选秀预测网站上 他的排名也能进入第一轮 米切尔届世 宣布投入了当年的NBA选秀 此时 选秀网站为他运动能力和防守打9分 速度 领导力和激战力为8分 体型则只有6分 选秀模板为诺曼鲍威尔 在2017年的选秀大会上 米切尔在一个神奇的顺位 第13顺位 被绝金摘走 从此便开启了其 开挂的NBA职业生涯 米切尔的新秀赛季 不仅在灌篮大赛夺魁 还赛季场均拿到20.5分 成为了球队新的领军人物 填补掉海伍德离开后的空缺 同时 作为菜鸟的米切尔 就能带领球队杀入季后赛 并在第一轮大比分4比2淘汰了雷霆 更在一场比赛中 拿到了恐怖的单场55分 钻球队止步于第二轮 但米切尔的新秀赛季 已经非常耀眼 他入选了新秀第一队 并在最佳新秀的排名中 仅次于16年状元秀 西蒂·西蒙斯 接下来的几个赛季 米切尔不仅每年 个人数据都在增长 率队也年年都能打进季后赛 在20赛季和21赛季 也都入选了全明星 今年更使带领球队 以西区第一的身份进入季后赛 在近日结束的 西区半决赛的前两场比赛中 米切尔一个人打到 快传双心没有脾气 让人们直呼 这个不到25岁的球员 未来可期 虽然米切尔的身高 打得分后卫偏矮 但拥有6尺10寸的超长臂展 和超过40英寸的 恐怖垂直弹跳 更重要的是 他有一种不认输的性格 像极乐那位 13顺位的传奇 这让他和塔图姆一起 成为了同界中的佼佼者 希望他可以在 接下来的季后赛 继续发挥出色 给我们带来最精彩的表演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兄弟们的收看 没有订阅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